荔枝春象又开始蠢蠢欲动了 由于暖冬的关系 荔枝春象提早在2月份进入残卵期 民间乡有个农民就发现住家附近 龙眼树荔枝春象大爆发 不仅影响果树的生长 还有可能被喷出的臭意、灼伤 对生活造成相当大的困扰 果树上聚集了一堆荔枝春象 受到惊吓时还会发出正正的臭味 有的还在树上准备产卵 民众日前塞衣时 发现衣服上附着的虫卵 一看才发现住家附近的龙眼树上 荔枝春象大爆发 很多都农以为应该会发现今年非常热 这个时候有一个草菜菇 就是我们说的荔枝春象突然大爆发 因为天气温度的关 这种草菜菇没受到风海 所以我们看到比翁年 天气温度的时间 在这么早的时间就开始放 所以在我们的雷智乡 冷静乡要看清楚 农民如果没有做好一个风 这个草菜菇如果要抓起来 可能对我们所有的贵子要开灰 尤其冷静 如果只要开灰 这些部分会受到很大的伤害 农民表示 有可能是今年暖冬的关系 荔枝春象比往年来得早 而且数量也是多到惊人 不仅影响了果树生长 若不小心被臭意喷洒到 还要尽快地用清水冲洗 我们看到草菜菇 第一不要先怕 也不要去给它拖冬 你给它拖冬 它就是会放毒液 就会出来 噴到的时候 第一要用水清洗 一定要清洗到 它不会刺痛感的时 再来擦一些一般的药膏就可以了 你如果不清洗后 它两三个荔枝 它都整个皮都烧得干 你还不能咬 它就开始溃烂掉 荔枝春象是近几年来侵害台湾的新害虫 主要危害荔枝以及龙眼树等无患子科的作物 一般三到四月是产暖高峰期 南投县政府在今年的年初 已经和公所以及农会合作进行区域防制计划 希望将荔枝春象的危害降到最低 荔枝春象在每年的二月份就它的产暖期 那在三四月它的产暖达到高峰期 那它在最主要受到荔枝春象侵袭作物的时候 碰到人为的干扰 它就从腹部产生一种臭意喷射到人体 那人体就会有刺痛灼烧的现象 甚至红肿 那我们县政府每年都蛮注意这一个荔枝春象 所以在今年初我们就委托公所融会 做荔枝春象的防制 那在防制的部分呢 我们分三个部分 包括了生物防制 物理防制 还有化学防制 防制荔枝春象有生物物理以及化学三种方式 请农友审慎评估采用 县府也呼吁农友们 平时就要做好果园管理确保环境 并依各个阶段选择适当的方式 以达到最佳的防制效果